看过一句话 想要当一位君子 就要学会心口如意 既能守住自己的心 也要管好自己的嘴 一个人的魅力不是才华横溢 也不是能力超凡 而是能够做到 群处守嘴 独处守心 俗话有云 心中有戒 行有所指 要学会律己 慎严慎行 退休是很多人的夙愿 期待着日子能够过上 睡到自然醒 到月还有钱的逍遥自在的日子 社区小广场上 不论白天还是傍晚 男人大多数是聚集在一起打牌 往往是四个人打牌 一圈又一圈的看客 热闹的时候 可以把房顶掀开 女人大多数选择广场舞或者打太极 有时也会看到不开心的场面 有人吵架 有人红脸 甚至还会动起手来 似乎印证了 老了就跟孩子一样了 可以随意发火撒泼了 其实 作为退休后的老人 想要余生过得开心舒畅 还是要学会管住嘴 静下心来 沉添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或者是烦恼 真是不值得 矛盾无处不在 人只要优秀 就会遇到羡慕 嫉妒 恨 这是不可避免的 与人相待 不但要给人欢喜 自己同时也要创作快乐 人生里 看清了很多事 生活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越发地明白 安安静静地过 才是享受 有时候 生活需要安静 人生需要沉静 心才能清明 才能知道自己想走的路 和自己需要的东西 当你看清了世界的模样 你才能更好地融入进去 当你看透了人心 你才能掌控自己 不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人心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看不到模样 摸不清想法 说变就变了 在人世间走久了 就会清楚 人心可畏 人心险恶 切不可掉以轻心 多少人戴着厚厚的面具 让你分不清 他说的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他笑的时候 你分不清 他是善意的笑 还是伪装的笑 当你看透了人心 才会发现 多说不如少说 少说不如不说 事态言良 沉默是今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 当你看透了生活 才会懂得 生是前提 活 是本质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一个豁达的心 才能走得更好 更远 有人先天是乐观向上的 当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负能量的人时 你会发现 他很快就会显示出 一副疲惫的状态 那是因为 情绪最容易感染人 当人总是处在这样的氛围时 心情也就自然容易变得抑郁起来 如果可以 请远离负能量的人 这是最对得起自己生命的选择 何况 大家都这么忙 谁又有空来听你发牢骚呢 真正的义友 是能相互鼓励 并且对生活充满激情的 人生不如一时 学会闭上嘴 学会安静 才是自度 才能走出困境 活着越久越知道 心要是安静 看什么都是云淡风轻 做什么都不争不便 不急不躁 轻者自轻 拙者自拙 人生路上 尽管有的人善于伪装 他们总是过于精明 总是精于算计 但是 不必计较 也不必拆穿 因为人人在时间面前 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方式 人在老年 与人相处 不必拆穿那些做错了事 而掩盖错误的人 因为时间 会给予每个人教训 看穿 不拆穿 学会保持沉默 学会将选择权 留给他人 那是给予他人体面 与人相处 不必事事拆穿 不必活得太过于清醒 与理智 偶尔 学会糊涂 学会装傻 人与人之间 便能更好地相处 看透后 不必说透 谁的人生里 都不缺险恶之人 都会遇到笑里藏刀 背后使绊子的人 看透了 看轻了 渐渐地就明白了 学会闭嘴 学会安静 是最好的保护自己 有些人 没必要和他计较 有些事 心里知道就好 有些人 看穿了就好 有些人 惹不起 你就要学会闭嘴 很多事 都是祸从口出 如果可以 请远离负能量的人 这是最对得起 自己生命的选择 何况 大家都这么忙 谁又有空来 听你发牢骚呢 真正的义友 是能相互鼓励 并且对生活 充满激情的 因为 和一个能让你 变得更好的人 在一起 很重要 而和一个能让彼此 都变得更好的人 在一起 更重要 如果说 要对自己的生活 与朋友负责任 那么 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指望 别人能照亮自己 而是要 内心自带光源 同时 可以照亮他人 不要在负能量的人 身上浪费时间 说话是人的天性 闭嘴是人的修行 安静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闲言 不碎语 总好过 跑到别人的世界里 叽叽喳喳 讨人闲好 学会给自己一份安静 心才得以自处 才能在这个世间游刃有余 说该说的话 做该做的事 交该交的朋友 知道怎么做好自己 知道怎么去与人相处 有时 就要学会装糊涂 远离是非 人与人之间相处 总是会产生冲突 产生矛盾 但是不必过于计较 学会装聋作哑 学会避开是非 身边的人怎样待你 你心知肚明即可 习惯算计你的人 请默默远离 而真心待你的人 请用心珍惜 在与他人相处时 无论是因为意见不合 又或者因为思维方式不同 而产生的冲突 请不要计较 人与人之间 因为生活习惯不同 因为思考的角度不同 所产生的想法也不同 人老了 学会接纳别人的意见 学会尊重别人的选择 要善于装傻 不与人产生正面的冲突 懂得以柔克刚 以退为进 守住一份安静 在安静中思考人生 得失之间 聚散之间 成败之间 人与人之间 种种渐渐 都是大学问 人活得越久越明白 让生活安静下来 是一种能力 内心不再有诱惑 不再与人攀比 安静地活着 简单地过着 在这个嘈杂的世界 不是人人都有这个修为 说话容易 闭嘴才是难 有些人张嘴就诉苦 贱人就唠叨 好像世界上的人 就他一个人苦 就他一个人会说话 嘴巴说起话来没完 没尺没度 一个人话说不好 又喜欢说 吃的是嘴巴的亏 做人学会闭嘴 既不吃亏 也不上当 当你学会闭嘴 习惯安静 就能从心的深处 看到心的远处 看清一切 更好的做自己 当你学会安静 懂得了闭嘴 不是让你什么话都不说 而是该说的时候说 把话说到点子上 说到位 不叽叽咕咕乱说 说话时 不会随口乱说 当你学会了安静 习惯了安静 你就能体会到 安静的生活 是一种享受 那种轻松的感觉 从心灵深处 慢慢散发出来 轻松 从容 快乐 用一份安静 换一份好心情 外面世界风雨再大 安静的生活 一样自在安然 我们都有缺点 所以 彼此包容一点 我们都有优点 所以 彼此欣赏一点 我们都有个性 所以彼此谦让一点 我们都有差异 所以 彼此接纳一点 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谦让三分 即能 天宽地阔 消除一切困难 解除一切纠葛 不要在负能量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有人先天是乐观向上的 当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负能量的人时 你会发现 他很快就会显示出一副疲惫的状态 那是因为情绪最容易感染人 当人总是处在这样的氛围时 心情也就自然容易变得抑郁起来 不要受他人影响 学会装傻 看透 不说透 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与空间感 也是维护感情的一种方式 工作几十年 经历风风雨雨之后 洞悉了人性 洞察了人心 看透了很多人性 既然退休了 就要迅速融入社会 享受平静的生活 退休后 单位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多少关系 要把退休当成第二春和新生活的开始 自己要适应退休后的生活 不断培养自己新的生活习惯 把自己的生活争取过得多姿多彩